Hello大家好我是小杜 今年我来台北跨年了 去年的时候是去的南边的墾丁 今年就来到了北边的台北 现在呢我是在饶河夜市 今天夜市人这太多了 比我想象的多多了 而且呢现在天空还有一点在飘雨 我感觉大家都是拿着雨伞往前走 没有几个人停下来买吃的的 前一阵真的特别想吃炸鲜奶 但是新竹茶碗都没有地卖的 我希望饶河夜市不要让我失望啊 我现在要去看一看有没有在卖炸鲜奶的 给大家看一看现在有多少人 应该不用看吧 大家都知道有多少人 超多的 我就来到了一个小路口来拍 这是啥 为什么还有北京羊肉厂 结果饶河夜市也没有卖炸鲜奶的 吃了一点关东煮 我们就开始前往台北101站位置了 没想到人超多 历尽了千辛万苦 我们终于来到了台北101 现在呢天还飘着不大不小的雨 然后感觉大家都兴致勃勃的样子 我还是第一次参加这种超大型人的活动 这种万人跨年的感觉一定会超级爽 疫情被控制在去年夏天 人们逐渐走出家门走向户外 台北的雨夜非常浪漫 熙熙攘攘的人群穿梭在灯红酒绿之间 不到十点半 大街上已经挤满了游客 在台湾的第四次跨年 我终于有机会来到这里看烟火了 三 二 五 五 祝你祝你祝你 虽然时间到了零点雨还没有听 但是观看烟火的大家都开始把雨伞收起来 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一场视觉盛宴里 想要亲近一座城市 看看这座城市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 方法之一就是去参加他们的节日活动 大抵是因为日常生活接触太过频繁的缘故 台北的故事似乎总与结院逃脱不开关系 比如现在地铁里面 我们已经排了一个半小时了 我们终于回到酒店 现在已经凌晨的两点多了 其实从十二点烟火结束之后 再到大赏捷运中间就过了一个半小时 简直像春运大军一样人几人 现在呢就要进行一天里最舒服的时候 洗澡和睡觉 大家也看到我头发从十月份就被我剖成了金色 之后我每个月都会去剖头发 感觉这个金头发真的很适合我 但是剖完发有一点不好的 就是你的发质会受损 如果照顾不好的话 它就会变得特别毛躁 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下 我最近头发护理的爱用好物 就是来自丹麦品牌Hairlust 它们是丹麦的品牌 产品的生产和寄送都是在丹麦 用料选择也是最纯净有机的成分 经过了素食跟有机认证 剖过的头发要精心的呵护才可以 所以我入手的是 它们家这一套 就是特别适合浅色头发 还有剖完之后头发的 一个洗护的组合 有洗发精护发素 还有发膜 因为剖过的头发 它就特别不容易留色 针对这样的头发 就要买那种特殊的 会固色的洗发产品 每次都要先用漂亮浅发护色洗发精 护发的同时也能把头发洗干净 这款洗发精的配方 能够中和剖发 白发中的黄桶色 保持头发颜色 头发清洗干净之后呢 就要对头皮还有发尾进行一个大宝剑 就要再搭配使用这个护发素 在头发湿润的时候呢 抹到头发上 然后保持个10到15分钟 揉一揉按一按 中间你可以挨干嘛干嘛 之后呢 时间到了就可以把它冲掉了 这款护发素的保湿效果很好 加入了甘草根的配方 通过有效的天然抗氧化剂 保护头发免受进一步褪色 当然为了让头发能够更好 更健康的话 每周还可以使用一下这个发膜 但是它不用每天都用 一周用一次 或者是两周用一次就可以了 这个也是在洗完头发的时候 让它保持比较湿的一个状态 然后挤出来涂到头发上 保持5分钟左右就可以洗掉了 这款添加了有机植物成分和修复微蛋白 可以防止头发断裂 深入角质层补充蛋白质 提供水分 搭配的这一款干发帽 是由70%的竹子和30%的棉制成 具有抗菌和防臭的特效 而且它还是环保可持续的 春节期间下单更有优惠 从1月16号到1月31号之间 Parlust官网大打折 所有产品都是八折 晚上四点多睡的 然后早上九点就起床了 整个妆都没有卸 直接奔向了酒店自带的早餐厅 因为晚了就没有饭吃了 吃过早饭呢 大家商量了一下准备去小巨蛋的滑冰场 这属于是我第二次来台北滑冰了 我又来了 今天是一个小雪晴 希望等一下可以滑得好 第一次滑得好 今天好像可以学得比较快 展示一下 当天我还特别自豪地把这一段滑冰的录影 发给了我家庭群里 结果我那些亲戚朋友们全都说我滑得像一个丧尸一样僵硬 就是那种行走的没有灵魂的僵尸 我自己在看发现好像的确有点有点像 为了凸显我高超的滑冰技巧 我最后还就是把手机放兜那个位置 一边滑一边录像 我觉得这样能显示我特别会滑冰 请大家欣赏 这次跨年让我觉得特别幸福 而且我已经开始期待 2023到2024的跨年去哪里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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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